上世纪的香港,美女如云都有各的特色和风韵,影视的定格让那些美好的瞬间得以保存,成为跨时代的电影符号,有四个镜头是公认的经典,当之无愧。 紫霞蝎子的俏皮眨眼,清纯之间又带着一丝灵动,灵机侠湖中饮酒,豪放萨爽,银起十足。 王子贤饰演的聂小剑更衣,一颦一笑,惊鞋妩媚动人。 还有一个就是张敏在《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》中饰演的赵敏,白马上回眸一笑,闹鸡喉一瞥,不知道惊艳了多少人的时光。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聊张敏和她的故事,看看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吧。 1968年,张敏出生于上海,在她11岁时跟随父母移居香港,虽然是个上海姑娘,但小张敏一点也不内向婉约,相反很调皮好动,像个小男孩一样。 这样的性格在她日后的一些角色里也留下了痕迹,直来直去又倔强,所以拍武打戏经常受很多伤,胆子也比较大,只要导演说做这个动作从来不说过,按照武术指导的动作去做。 其实,走上演艺道路也是误打误撞,因为没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,张敏当时无法报考自己嫌疑的警校。 所以,14岁那年,初中毕业的张敏报考了亚氏的训练班,因为姿色出众,年子清新的张敏备受亚氏青睐,完全就是老天赏饭吃。 转眼到了18岁,曾经的小女孩已经出落成挺挺玉立的大姑娘,一举一动气质出众,信念之神次无格外眷顾。 在这个成人之际,张敏遇到了人生的一大贵人,改变了一生的命运。 1986年,他报名参加了亚氏举办的亚洲小姐大赛,为拉票积攒人气到街头发传单,谁知被大名鼎鼎的向太,也就是向华强的妻子一眼相中。 另一位刚刚创立永胜影业的夏家兄弟推荐了他,向华盛亲自出面邀约,把张敏迁进了公司,成为永胜电影公司签下的第一位艺人。 张敏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王金导演的《魔匪翠》,直接与刘德华、陈柏祥合作,这是他的银幕处女作《出道及巅峰》。 那时,《永胜》电影也是刚刚成立不久,急需向外开拓扩张,清纯亮丽的张敏最成了他们最佳选择。 在新生代的小花当中,张敏的运气和资源几乎无人能及,刚出道一年就一炮而红,和香港女神张曼玉、男神周润发合作, 主演了电影《金装追女仔》。 要知道,这样的机会对于一个才出道不久的人实属难得,也让不少人羡慕不已。 这部电影真是永胜自家出品,力捧的张敏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在此之后,真正属于张敏的荧幕时代才刚刚拉开帷幕。 接下来的几年,他主演的经典作品如同雨后春笋一般,层出不穷。 1989年,21岁的张敏和周星驰合作电影《最佳女婿》, 并获香港电影金龙奖最有前途新人奖。 紧接着,他又出演了《赌神》,饰演高级的妻子《珍妮一绝》。 这次表演也没有让人失望,拿捏得很好,不过对于结局,观众表示太心疼了。 之后,吃热打铁节拍《赌盛》和周星驰再度合作, 饰演的启梦一夜之间成为众人的梦中女神。 这部电影在香港上映之后爆火,打破香港历年票房纪录, 一跃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。 也正是一位这部电影《张敏》、周星驰、吴梦达三人开始了多年默契合作。 今夜很多电影中都能看到张敏的身影, 她也成了最早的新女郎。 一位经常合作,两人在很多影迷心中成了最佳荧幕情侣, 创下了不少票房记录。 大家都知道,周星驰对待合作的演员都非常严格, 但对于庄敏,周星驰给予了她超高的评价。 张敏呢,她都是我其中一个合作得最多的女演员。 那我和她之间已经不需要讲了, 很多次已经大家已经是心有灵犀。 虽然我私底下跟她是无言, 我们大家是一个合作的, 我觉得,不用说了,一定是好东西。 她跟你开玩笑还是讲真话,你都不知道。 1991年,张敏凭借《羽龙共舞》 获得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。 此年,张敏和叶玉清、关芝林、 励志被香港娱乐媒体评为四大游物。 有言有才,事业顺遂。 早期的张敏在娱乐圈完全是如鱼得水,万事如意。 当然,这一路的顺风顺水离不开贵人提携。 心灵马也虚伯乐。 早期多亏象态的慧眼石珠, 给了张敏一个崭新的开始。 然而,她后来的发展绕不开一个男人。 没有她的力捧,也许就没有张敏辉煌的年事时代。 这个人不是向华强,而是她的弟弟向华胜。 向华胜与妻子张美玲离婚后, 几乎全心全意附在了张敏身上。 为她的演艺事业安前马后, 不仅让周星驰、梁家辉、刘德华等演艺大咖跟她搭档拍戏, 更是花上千万给她买别墅,讨她欢心。 张敏在片场被王金冷落时, 还找人教训王金替她出气。 甚至有传闻说拍摄《火舞风云》时, 向华强给张敏加了很多戏, 但她当时只是个配角, 最后风头一度盖过女主钟楚红, 知道这钟楚红非常不悦。 拍完这部戏后就表示不再跟永胜合作。 在那个年代,香港演艺界黑恶势力甚多, 众多知名艺人和经纪人深受其害, 然而张敏却无人敢惹, 也无人敢和她传出绯闻, 只因为张敏是大哥背后的女人。 然而,面对向华盛的已再是好, 张敏一直保持着不拒绝不接受的状态, 对此也从来没有亲口承认过。 此份恩情无以回报, 能够做的就是认真敬业, 做好一个演员的本职工作。 她为永胜拍了将近60部电影, 很多都是时代经典, 带来了高傲的票房收入, 让公司也得以快速壮大, 也算是一种互相成就。 1994年,张敏、向华盛与向华强夫妇在家高级餐厅吃饭, 席间遭到不明袭击,向华强意外负伤。 在此之后,两人也不知什么原因, 关系日渐疏远,彼此的情谊无极额终。 此年,张敏与向华盛分道扬镳, 已开了永胜营业。 后来,找好友廖家辉与吴倩怜, 自己投资拍摄了电影《一千零一夜梦中人》, 经验不足,前期拍摄的素材完全不够用, 只好在找梁家辉不拍时, 后者因为档期太满,排不开就拒绝了。 结果,票房和口碑双崩盘, 这次尝试让张敏损失惨重。 出世内洁深心思,张敏当然心有不甘, 于是又找来刘青云亲自出演电影《追女仔之奇梦》。 很明显就是在蹭自己之前角色的热度, 不过也是拉了一些情怀粉, 带来了一千万票房, 绵绵想想为他挽回了一些损失。 值得一提的是,张敏拍完最后一部电影《十兄弟》后, 就选择带出娱乐圈退影江湖。 有记者问到选择退出影坛的原因, 张敏表示觉得自己赚的已经够多了, 之前马不停蹄的拍戏一拍就是十几部, 现在需要让自己停下来感受生活了。 不过那个时候的张敏不知道, 后来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中的幸福美满。 赞别演艺圈的张敏开始了经商之路, 做起了生意, 没了旁人的帮扶, 加上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, 这条经商之路走得异常坎坷。 1996年, 张敏在上海开了美容店、 时装店与卡拉OK等多家店铺, 还在广州和房地产商一起建建别墅, 做的生意很多, 但都没有什么成功生活, 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亏了不少钱。 长期经营不善, 最终血本无归。 更倒霉的是, 在这期间, 还有狐朋狗友打着投资的旗号, 给了他上千万的钱财。 运气三十一下都被耗光了, 庄米日后的生活极度失忆, 总带着灰蒙蒙的色彩, 不仅生意上失败, 他的感情也不是很顺利。 张敏内心比较传统, 认为爱情是至高无上的, 是比事业还重要的存在。 他本身也一直在期待一份完美的感情, 在采访中谈到喜欢的男生类型, 他直言要有责任性, 顺顺父母对自己的另一半好。 还谈到自己认为爱情应该天长地久, 如果结婚的话肯定会低调进行。 这些看似简单的心愿, 却一直没有完成。 如今已经年过万百的张敏, 依旧没能找到一个回宿, 不免让人心生惋惜。 张敏曾与金城四少之一的汪宇交往, 两人相恋之时, 当时刚颤红的小燕子赵薇突然闯了进来, 两人公然出双入队, 并且汪宇主动承认了和赵薇的恋情, 对此张敏也没有做出公开回应, 最终提出分手,果断退出。 2002年,张敏的资金缺口严重, 已经到了捉襟尽肘的地步, 最后实在是一筹莫展,走投无路, 不得不挂牌出售名下的三套物业, 却只卖出了其中的一套。 无可奈何,张敏就想着回归老本行, 排戏谋生, 但娱乐圈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曾经的黑黄也早已不在, 他当时接拍了内地导演张建伟的古装戏, 《战国红颜》,为了翻红, 甚至不惜与导演张建伟传出绯闻, 但结果反响平平, 并没有什么水花。 2003年时, 张敏再度复出, 接约了内地的九州亚华公司, 这一次还顺带收获了爱情, 与九州亚华副总刘勇辉交往, 事业和爱情双双重新启航, 谁知这份感情还没能坚持下去, 两人相伴多年, 还是走到了末路。 其中的原因, 外人不得而知, 时过境迁, 现在别在张敏身边的是比达小十岁的男友, 对方是导演兼制作人, 两人性格上非常合得来, 闲时一起旅游, 前行研究佛学, 回归生活本身之后, 相处得意外融洽, 一路走来, 有过鲜花和掌声, 也有过泥泞和坎坷, 从今的一代女神, 并没有因为美人沉默而幽怨, 相反, 一直在适应时代, 她参加直播, 积极付出, 不时对生活的热情, 宠辱不惊, 才能成就人生一番风景, 如果有哪些介绍不足的地方,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, 感谢观看小陈观影, 我们下期再见。